剛剛沒有發現那個問題 我們把它Ctrl向下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Ctrl向下 奇怪 明明底下還有資料 為什麼它這邊是空的 後來發現原來它這個南海諸島 Ctrl-C 把它先找一下 找一下 溯源一下 這個資料在哪裡 Ctrl-F 好了 Ctrl-F 尋找一下 Ctrl-V 貼上 南海諸島 後來發現這個有 這個是錯誤的地方 再找 這邊有 原來在這個資料裡面 除了說有縣跟市之外 還有那個什麼 釣魚台 列嶼 其實它還有什麼 南海諸島 而且南海諸島的話 其實就兩個 東沙跟南沙 而且還有遊地區 不過應該會有人記嗎 反正有就一定要把它放到 所以如果說以這個規則來看 其實我真的沒想到還要搞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修改這個程式 把它沒有BUG的話 當然第一個我把這個資料再刪掉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很簡單 縣 市 有沒有 所以你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偶爾有沒有 就把這個加一個 偶爾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雨的後面 把這個 我把尾巴這個複製一下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第四個條件的話 那就偶爾有沒有 然後X等於什麼呢 這邊改一下 改成島就好了 有沒有 未來如果還有的話 那再偶爾 OK 還有 繼續偶爾 所以條件你要很複雜 也是可以啦 一直把它通通列出來 基本上就這些啦 但如果太複雜 實在是可能還是要在分階段來完成吧 不然的話 可能是會變得太難理解啦 不過其實應該OK啦 四個我覺得應該也可以負荷 然後反正就其中一個 只要是其中一個 那我們一樣 就是反正把南海諸島call過去 再把東沙 然後郵地區號有沒有 然後一樣 南海諸島call 南沙 所以OK 其他應該都沒有問題執行一下 執行完之後我們看一下 理論上剛剛的那個Ctrl F好了 一樣南海諸島尋找一下 這個在這裡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他就會前面一樣是call那個限式 然後一樣是call就是他的那個 然後再call優力區號 最後我是有射中斷 對把它中斷 所以再來就把這一欄call過去 這樣的話就OK了 顛倒一下 這個完成之後啦 等於是說 如果你要再把資料call過去 一樣再把它複製過去就好了 就台電的資料 再把這個call到我們台電的這個檔案裡面 那南海諸島這邊基本上就有了 就有這兩個就正確的 好 那這樣有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完成後面的動作 因為我想統計一下 到底那個全省 比如說 應該是112就今年度 的用電狀況 到底哪一個縣市 全台灣哪個縣市用電量是最多的 用電量它這邊是有一個是受電度數 那刮鬍當月 那度數的話呢 基本上數量其實都還滿大的 看起來好像 所以是不是可以再讓它精簡 我把它加一個那個千分位符號 不然的話它小數點拿掉 這樣看比較清楚 哦 它滿多的耶 都是千萬耶 所以其實甚至用電 甚至是不是可以再用萬度為單位 有沒有 或者是千度為單位 不然的話最後數字是會太大了 OK 所以呢 假設要統計的話也許 這邊也許現在什麼 受電度 比如說再多一個欄位好了 讓它數字變小一點 比如說這個 瓜虎這邊的話就是 萬度好了 比如說以那個萬度為單位 那這邊的話也許再call一欄 叫做 然後也許就是讓它除一下好了 這個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數字 除以1萬好了 OK 然後讓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這樣就看起來 就是2330 這樣數字縮小一點點 看起來好像 來統計我覺得數字就不會像這個 全部加一起應該蠻多的 這個是我要想要統計的度數 以萬度為單位好了 這樣看起來數字就沒那麼大 然後限式查出來 那查的話一樣 就是這樣 剛剛這邊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是油力區號啦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像查這個範圍那麼大 我的習慣還是先把它定義名稱 比如說這個地方 把這邊Ctrl C 用這個當名稱 然後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Ctrl C 向右向下 在它的上方定義一個名稱 這個叫油力區號 那以後的話 按F3就可以存取這個 這個油力區號的名稱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插入Vero函數 所以用那個什麼 檢視與參照Vero函數這邊 然後要查什麼 查油力區號 去哪邊查 就剛剛那個地方 F3 那邊有個油力區號 有沒有 剛剛那個範圍 按確定 然後要把第幾欄的資料查回來 第一欄是油力區號 它叫第二欄 所以限制這個 按輸入2就可以了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輸入0 這個range lookup 是要不要找接近的 當然如果1的話是要 0的話是不要 所以0 那也就是找一模一樣的就對了 100就100 沒有100你就不要找 你又跟我講找不到 找不到就僅NA Not available OK 按確定 好 那就向下填滿 理論應該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它沒有分區了 它是 所有的縣市 不管它哪一區 這樣就有了 可是問題 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說 到底哪一個縣市的用電度數 有這個欄位 然後並且 可能我希望這個度數不要太多 不然的話光這個數字全部加在一起 我怕應該是一個天文數字 所以我把它用萬度為單位 所以我又在這邊再把它除以1萬 刮虎萬度 好 那有這兩個欄位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一樣嘛 插入樞紐分析表就簡單了 如果要統計啦 如果我想要畫一個 最簡單的是圓形圖有沒有 然後按這個範圍OK 對 應該沒錯啦 而且它資料應該到2萬多 所以按確定之後 然後一樣把那個什麼 把我們的這個應該是縣市有沒有 這個欄位拖到列 然後再把萬度這個有沒有 我們加的拖到值 那理論上它如果是數字 理論上會累加 累加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幫你全部加在一起了 用電度 OK 馬上有答案囉 然後呢 我們最後就是再把這個排序一下 因為我想知道是 應該是用電大概前10名就可以啦 底下太小了 其實說真的沒有意義啦 我們想要知道誰是用電大戶 然後把它資料裡面再做一個排序 然後留下什麼 留下前10名好了 前10名 還記得吧 值得篩選前10項 然後按確定這樣OK了 然後看得出來 用電大戶 這個也用千分位符號 不然這樣看起來蠻累的 千分位符號是常用 裡面這邊千分位符號加一下 那小數點不要好了 學到整數 好 那這樣的話可以看出來 哇 差多少 台北反而好像用電 似乎沒有像台中的這麼兇耶 到底台中為什麼用電這麼兇啊 台中是有什麼什麼東西這麼耗電 很多機械藏在這裡 機械藏 所以如果你說老師我想要知道 到底台中哪些地方最耗電 那接下來怎麼做 跟各位講一個簡單的方法 數鈕分析表有一個延伸性的功能 就是說我已經查出來它的度數對不對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到底它這個度數背後是哪一些資料 所累加出來的 很簡單喔 其實只要在這個上面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它就會幫你把 那一些資料的比數 全部集中在一個工作表 並且幫你把它跳到前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把它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它會跳前面一個工作表 然後把台中它為什麼會 這些數字背後的所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台中的有沒有 所有台中的都出來了 然後台中裡面 當然如果我們想知道的話 其實很簡單一個方法嘛 資料裡面會不會排序 然後一樣嘛 反向排序一下嘛 就是把這個欄位有沒有 Z到A看看一下 然後就知道了 哦 所以最耗電是哪一區啊 西屯 西屯 西屯有什麼東西啊 西屯 我不知道台中 我是常去啦 但是我 不太知道這個西屯到底 為什麼這麼耗電 是 很多引擎冠軍手工去電 都在西屯嗎 我是不是在西屯我就不確定 我知道在台中 對啊 對啊 所以 難道是政府有什麼 這個高科技躲在這邊嗎 可是高科技是機械 機械 可是機械 我知道 我知道那邊機械是很厲害啦 而且是世界有引擎冠軍的 很多 它問題有需要那麼耗電嗎 這我不太知道啦 只是說我們剛好看到 而且還有一個地方 厚里 厚里為什麼這麼耗電 厚里那邊好像也沒有什麼 太那個 還有大雅 這個我搞不懂 反正沒關係啊 如果有答案的話 也許你們再分享一下 因為我 我們只是從那個台電給的資料裡面 看到 這個是最耗電的 那當然最耗電如果說它可以節電的話 比如它可能是因為 所以它怎麼講 也許它沒有節電措施 所以浪費電 那當然你可以針對這個部分去做節電的話 所以不定會有一些正面的幫助啦 OK 我是這樣 所以喔 最後請各位試試看喔 剛剛提到的 如果我希望呢 做出一個 像這樣的 也就是說呢 全省縣市前十名的 那個什麼 耗電前十名的那個 統計表 OK 請給我一個表 然後如果你想要再知道說 到底台中為什麼這麼耗電 或甚至啦 其實台南也蠻耗電的 台南應該有南科吧 台中是不是有中科 中科是不是在西臀 有可能喔 因為其實喔 像半導體是蠻耗電的 因為它隨便一個光雕機 一啟動 哇它不得了了 就是耗電非常非常龐大 那高雄也是不防多浪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 假設啦 你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這麼耗電 其實就可以抽絲撥錢 這樣的話 我覺得要說服別人比較容易啦 不然的話你只是一直覺得說 台灣會不會電不夠 為什麼這邊這麼耗電 那電到底用到哪邊去了 原因何在對不對 至少你要能夠知道 你就知道說 是不是都是被科學園區用掉了 其實這邊上面都有答案啦 只是說我們要自己在 因為你說真的啦 有些媒體到底會不會跟你講實話 其實說真的 你真的在網路上 你看來看去那媒體很少有深度的啦 OK 而且講的都是天方夜談 而且有些亂扯的太多了 明明就不是專家 他就是講得好像自己一副非常懂的樣子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然後很多人也被帶風帶著走 其實根本不是這樣 OK 那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 很多時候答案就在你眼前 只是說你要自己去找 因為這些東西 台電他不可能說憑空捏造吧 這些數字都是 應該我覺得即便他要造假 他這也沒辦法造假吧 OK 所以你就知道說到底 用電用在哪些地方上面 這後續有興趣自己再去瞭解 最後我們如果希望可以再畫一個圖 比較比例圖 把它畫出來 那當然這個後續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把剛剛我大概做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 把剛剛的這個 油力區號這個 修改的一個地方 很簡單 就是修改這個地方 加一個偶爾 X等於倒 有沒有 然後再重新跑一下 那那個倒的問題就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把它台電call過來這個資料 我是先定義一個名稱 所以剛剛定義名稱就是 把這個先選起來 然後在他的左上角這邊 有一個叫名稱方塊 然後輸入Enter 它就叫油力區號 再利用這個第一名稱去查 查的話就是在這邊插一個線式 有沒有 然後就用V路卡蘭數 很簡單嘛 查的話就是查這個油力區號 去剛剛那個油力區號 有沒有 這個範圍查 查他的第二欄 然後0 OK 那就查完 分別再把度數做統計 因為度數太大了 所以我把它改成萬度好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 。